海洋拉拉近水 333人海上惊魂3小时 定期航行马 工和台中之间的客户轮 海洋拉拉号 昨晚船头被风浪消掉一大半 晚上7点多 海洋拉拉在台中外海 8点8里处遇到风浪 船上333人在海上 受困3个小时 晚上11点才抵达台中港 7名乘客身体不适 立即送医 海洋拉拉载着311名乘客 和22名船员 昨天下午3点40分 从马工起航 原定晚上7点30分 抵达台中港 昨天中台湾海域 风浪达8级 最高10级 船手和跳板 被风浪拍击2个小时 破裂粉碎 船只瞬间停电 海水灌进船舱 船长紧急发出求救信号 海巡相关单位 共派12艘大小船只 3架直升机救援 海洋拉拉在进水问题 受控制后 由大型拖船在前方挡浪 自行驶回台中港 乘客在船上惊魂3个小时 上岸后人余悸又存 交集等待的乘客家属 看见家人平安上岸 开心地拥抱 海洋拉拉号 吨位2292吨 是华达国际海运 属下的客货轮 最多可载402名乘客 6辆游览车 54辆汽车 和8个货柜 前立委刘文雄 上个月才接任 华达国际海运董事长 对于受到经常的客人 我们是不分 最起码押金 总是要给中国人 最起码的一个动作 诚意 如果说有任何人 应该要怎么处理 我想我们有最大的诚意 动情文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